最多病人去找老神经专科医生 是什么疾病或什么病人会多一些 很多时候病人的病征 主要是手脚麻痹、武力、头云 病人的角度来说是一些老科的病 当然这是病征 病征可以所谓麻痹、武力、头云 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根据病征找出病理 底下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可以有很多不同种类 老科来说常见的问题当然是中风 始终在老科或老神经科来说是一个大的范畴 其实中风来说是一些脑的血管突然塞了 或者爆破 引致一些血液供应不足够 导致一些相关神经线的障碍 神经系统的障碍 例如影响哪个部位 如果影响语言区域 可能表达系统 表达文字上 或者表达能力上 所谓似不达意 甚至看到杯也不会说出杯 看到橙也不会说出物件的名称 有部份影响了 如果是运动神经区域 可能是一边身动不了 所谓半身不碎的情况 或者一边麻痹 甚至有些人影响了小脑 会导致平衡力差 眼和手脚不协调 但我们需要知道脑很特别 就是分左右 很多次神经所谓交叉 供应身体不同的器官 例如右脑如果真是受传 可能中了风 通常病症大部份在左边 如果左边受影响 就会在右边 相关对着不同的地方 我也记得意 我当然也见到一个人 他见到一只杯 说不到一只杯 他不认知一只杯是杯 还是他没有了杯这个字 他没有了一个字 即是一只杯 是的 当然有些可能理解不了 有些可能认不到的物件 找不到的字 其实在不同的情况 都会有些影响 他会影响语言区域的哪一部份 是的 其实有没有说 中风 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中风 有没有年纪 我经常听到老人家病 是不是真的老人家 会比年轻人更容易呢 其实这是一个普遍大家的想法 中风其实我们在医学上 分为两大种 一种俗称所谓塞出血管 学名叫做缺血性中风 另一些就是所谓爆了血管 一出血性中风 其实看看哪一种中风 都会有不同的 先讲缺血性中风 血管山塞 很多人山塞来说 大部分是年纪大多很多的 因为中风来说 我们所谓看一些 血管硬化的危险因素 包括可能大家都听过 三高的情况 例如有胆固醇高 血压高 血糖高 这些都是会导致血管硬化 有些病人可能有心律不正常 所谓心房迁震 或者是心房不震动 因为心脏跳得不规律 容易会有些血块瓶在心脏 那些血块就会弹了上 失去一些主要的血管 这些都是一些常见的原因 引致一些缺血性中风的情况 到反正就是出血性中风 最常都是一些高血压的病人 有些病人年纪大 可能长期高血压 导致一些血管穿破的情况 会导致一个脑出血 但有少部分的情况 可能是年轻人都会有的 譬如说脑里面有些不正常的 所谓叫做K型血管 动物里面有些血管泼 血管泼的意思是 其实血管好像一条水管一样 它平时很平滑的表面 可能突然有些地方 血管壁弱了 就会凸出一个拱起的地方 突然间如果那个血管壁 再弱化的时候 突然血就会爆破 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突然间所有血里面的血就破了 导致一个脑出血的情况 这类型的出血 很多时候 如果由于是一些血管泼的问题 就会导致一个 叫做株网下腔出血的情况 这种出血的情况 很多时候不只是年纪大 有时候年轻人都会有 主要是因为K型血管 可能年轻人二三十岁的时候 突然间剧烈头痛 可能有些K型血管本身不知道 他平时不会是一个慢性头痛 因为本身有血管扑的病人 可能是完全没有病症的 到他有病症的时候 血管壁已经穿破了 突然间流血出来 就算很年轻也好 可能突然间有个剧痛 头痛也很紧要 吐吐 当然可能因为出血的时候 也会引致一些 相关神经线的障碍 例如头昏或是一边身无力的情况 都会有这种病症 这类型因为血管K型引致 可以比较年轻 甚至有些病人 可能是一些动植物交叉的血管流 都是由于动植物交叉增生的情况 导致一些动物和植物互相交流了 然后有一堆好像轮球的K型血管 那些K型血管很容易穿破 穿破时也会引致一些白血管的情况 那类型的情况 可能年轻的病人会比较多 是不是天生的呢 这些K型血管 这些大部分都是天生的 当然有部分病人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原因 可能是脑部感染 或者创伤导致 但那些比较少很多 其实中风也是一个很普遍 在老神经方面会遇到的疾病 其实我们所谓中风 大家听过很多人中风会因为这样而死亡 那死亡的时候有多常见呢 其实在我们医生的角度 中风来说所谓排第四号杀手 是在癌症、肺炎、心脏病之后的导致 在香港来说排第四的导致一个死亡的原因 其实每年香港大约有3,500至4,000个人 是因为中风而死亡的 而每年的新症或无论第一次中风或再中风也好 大约每年都差不多接近2万个病人有这个毛病 所以在老神经方面来说是一个很常见 很常遇到的问题 也很多病人都会很担心有这个情况 有 exams 除去 atar 避免 受伤 马甴 马甴 感谢观看